早晨,昨晚美股顯著上升 因為總統特朗普證實在日本出席G20的時候 會和中一國家主席舉行延長會議 雙方面可能的代表都會很快再重開會議 加上歐洲央行行長達拉吉出席年度央行年會 也暗示將會對歐元區採取進一步的出席 爆發的報道指令,當中一多度上升至410點 收市時升至353點,另外纳市亦升至109點 中一未恢復民主席談判,而且緊張局勢 支持住郵價,昨晚的月份升至204點 4% 到每桶54美元 港股昨天都延續反彈 再升多271點 雖然成交就不是太多 但只有710億而已 但起碼技術上來說好像有些 持續的一個反彈的一個趨向 看看港股在美國ATL市場 都受到剛才說的消息刺激 都升了四百多點 新加坡黑旗就升了五百點 所以都可以預計 今天都是高開的 尤其是經過近期的調整之後 那些負面消息大致上又沒有進一步惡化 林鄭都出來道歉 至少暫時來說應該可以平息了 那些民憤 大型的搞作應該暫時都不會有的了 讓大家有些空間 所以市場現在投資者會傾向 找一些正面一點的因素 來做一個低位吸納也好 或者是補回倉也好 一個借口 而看到人民幣在領導人會面 或者是恢復貿易談判之前 是轉強的 因為預期未必需要再進一步 如果談判有成果的話 人民幣是不需要轉弱的 所以人民幣轉強的話 當然都對整體市況 都是有個正面的影響在這裏 尤其是之前比較上超賣的 一些的航空股 或者一些的內房股 他們對人民幣比較上是敏感些的 所以這方面股份也都可以趁低做一個吸納 另一方面美國那邊預期 特朗普都說到明 直接放風在研究怎樣炒 他不是用炒的 是怎樣降級的意思 就是聯儲局主席 鄧個冬菇差不多的意思是這樣 這些是放風的 但是會給鮑威爾很大的壓力 所以估計今晚開完會之後 都是出來的 言論都是比較上會加快一些的了 再加上歐洲養行那邊都是相當之加快的 所以暫時看呢 息率仍然都是有機會下調多於上升 所以之前受到本地抗議方面影響 又說資金流走那些嚇了一跳 那些本地的地產股呢 這兩天都做一些反彈 相信反彈都還會持續 另外就談判方面 相信有助緩和 就是美國打壓 就是中國一些科技企業的一個憂慮 所以相關的一些軟件 或者一些手機設備股 都會借一些細做一些反彈的了 但是這些純粹是一些投機性的 因為市場變化都很大的 尤其是特朗普總統那些 都是自我為中心的 現在暫時看他都是主動打電話給習近平 所以他就一廂情願 扭人家開會 做個勢出來 但是如果他不改變柯克條件的話 相信中國也未必會就範 所以這方面可能是一個短期的 一個充起的作用 未必能夠持續很久 不過這個充起是大家都需要的 所以都沒什麼所謂 跟著趨勢去做事